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有反常 我们经常讲 事有反常必有妖 就是你当你听到一个 不太靠谱 不太莫名其妙 不太理解的一个话题的时候 最好再等等 或者再了解更多的信息 那么这个事也一样 当初这个新闻刚出来的时候 你又觉得莫名其妙 这啥情况啊 是吧 人家订婚了 发生性关系 居然告抢奸 很明显就不太正常 那既然不太正常 那就再等等 了解更多的信息 那么这个话题呢 网上就吵了一片 因为很多人呢 就被媒体这个标题给误导了 很多人把这个订婚呢 无形当中理解为是结婚了 因此上很多人就在这骂 我靠这现在这太难了 是吧 这这这 是吧 都订婚了 发生性关系了 还告强奸 是吧 这欺负人呢 网上就这个事吵得很厉害 然后呢 人家法院呢 是吧 人家在解释啊 你就是证明 我们判的没问题啊 是吧 那人家法院解释之后 就是说跟我们社会大众的认知 他有哪些区别呢 法院说清楚了几点 第一个 这小两口呢 是惊人介绍啊 惊人介绍啊 那么在某一天 他们正式订婚啊 那么他们在订婚之前 谈的有彩礼啊 包括结婚之后 房子加名字啊 这都是提前谈好的 那么他们谈的是啥呢 就是彩礼啊 这个结婚的时候 这个订婚的时候 先支付 然后呢 小两口过一年之后啊 房子上面改他们的名字 加这个女方的名字 因为很多朋友 可能会听到这个订婚啊 可能有点 想不清楚 这个订婚到底啥情况呢 是吧 那么其实就是根据我们民间 很多地方的这种 生活传统吧 其实所谓的订婚呢 就是要么就是这个女方的年龄不够 比如说他不到20岁 或者男方不到22岁 双方可能年龄不到 暂时还办不了这个 结婚证 或者说呢 他有别的什么原因 咱不知道 反正你像我们那里 确实有这种情况 就是他们订婚比较早 小女孩可能16七 17八 那就订婚了 就说白了 就在一块过日子了 那么因为他这个年龄 办不了结婚证 等两年 等他到20岁的时候 再一起去办结婚证 我们那里确实有这样的 当然他这个案例呢 到底他们两个人的岁数多少 我没看 总之呢 他们商定的是 结婚一年之后 这个把房产 加这个女方的名字 同时办理结婚证 他说我猜测 可能是这个女的年龄不到 那么当天 酒席什么都吃完了 那就是办酒席嘛 就是这个办喜事嘛 办完酒席了 那回去 回去之后呢 这男的就觉得这结婚了 是吧 那可以这个上床了 但是呢 不知道为啥 这女的不愿意 啊 这个这女的 就就就就 发生就是不愿意 这男的呢 就挺挺不高兴 是吧 我钱也发了 是吧 这个事也 这个喜事也办完了 这入洞房了 这节目不让碰 这啥情况啊 是吧 这男的呢 可能有点 介绍的嘛 本来就谈不上什么 多深的感情 说白了 是吧 这男的脾气 可能也不是怎么不怎么好 按我们常规的理解 这个时候一般的新媳妇嘛 哄着点 是吧 那第一天不愿意 你就不愿意呗 是吧 你搂一搂 抱一抱 第二天关系好了 再说吧 是吧 这个男的呢 他反正可能就是比较着急啊 还是比较激动啊 这咱也不知道啊 总之呢 就是当天呢 这个女的 这个抗拒的非常强烈 这个男的就上火 发火了 又就强迫 强迫的发生性关系 啊 这个女的呢 一度还冲出了屋门啊 就是跑出去了 跑出去连跑在海 这个男的不再又从 外面又从他追上 又在拽回屋里 发生了关系 啊 那么通过这个细节 你来看 我就知道 法院判他强奸是没有问题的 啊 大家要知道 按我们今天的法律精神 婚内强奸都是违法的 啊 就是我们很多人的 这个头脑 要跟上时代 就是现在的法律 各方面 你心里都有个数 婚内强奸都是违法的 就是哪怕是你老婆 他不愿意 你硬逼着他 发生关系 也是违法的 啊 只不过呢 说实话 我们的法律的实践过程中 很多时候会获悉你 啊 不那么也不那么较真 啊 比如调解啊 什么就把这个事就算了 啊 但是呢 你要知道 他们两个虽然已经办了 这个酒席了 但事实上 他们还没有结婚证 啊 因此让他又确实是强迫的 人家这个女人的胳膊上 有那个瘀青 啊 还有一些外伤 这都很能证明 他确实受到了强迫 因此让判这个男的三年 说男的听点不冤 不冤啊 他绝对算是强奸 这个是不冤的 可为什么这个网络舆论 对这个事的看法却 好像对这个强奸犯还多有同情 为啥 问题出在这 问题就出在 这个事发生之后 这个女方啊 她们可能就去找这个男方家人 就是说谈嘛 啊 那这事得解决啊 那男女方的意思就是说赶紧让他们 这个这个 就是想办法结婚啊 就是正式走手 这个领结婚证 大概就这意思 那我也不理解 他到底年龄到不到啊 反正这个具体还是那句话 他们为什么当时订婚 这个时候没有办结婚证 这咱不懂啊 反正呢 就是这个强奸案发生之后啊 这个女方呢 就要求你们就是赶紧这个过手续啊 既然这事已经发生了吗 啊 那农村呢 是吧 一个大闺女是吧 这成少妇了 你说这 是吧 离婚也不好看 是吧 刚结婚一天就离婚也不好看 是吧 那女方的意思就是说 干脆叫他们就赶紧 赶紧办结婚证吧 然后呢 就是说赶紧让那房产上 那个本上加名字 啊 那这个男方呢 本然家人还是愿意的 因为确实自己的孩子 说实话 你妈那把人家给吹了 你这玩意 是吧 也怕把事闹大了 男方家庭本来是愿意的 啊 但是呢 这个男方的这个姐姐 啊 他就很不爽啊 凭啥呀 说好的是吧 过一年以后才给你房子加名字 啊 这刚他妈一天 啊 这就得让房子 房子房子给你加名字 凭啥呀 是吧 你这是不是骗婚啊 你啥意思啊 是吧 那女方就在这中间就阻拦 那拦的四似多了 他们家人也觉得不正常 你这是不是骗我们 我们说好的过一年以后 我们才给你加名字呢 啊 你这结果刚一天就逼着我们加名字 啊 不同意就告我们强奸 是吧 那我们觉得我们 你是骗婚的 我们被骗了 是吧 男方的家属也不同意了 那这个时候 你想想 那女方呢 是吧 孩子确实被人睡了 啊 然后呢 这个那边现在也不同意 给你加名字 那这女方呢 咱也不知道 她到底是为了 是为了维权呀 还是为了这个 为了报复啊 这咱不懂 反正在这个时候 就法院就 这个起诉了 啊 就报警了 也不是起诉 就直接报警了 报强奸了 那这一报警 不当警 这就走司法流程啊 那一走司法流程 这个时候 你再想 你再想说 好说好散 可就散不了了 啊 那最终就走到这一步了 啊 判刑啊 所以这个事呢 之所以大家对这个男的 还有错 网上就是普遍舆论来讲 特别男性的网友啊 对这个男的 还多多少少 有点同情 为啥 就因为你这个女的表现 说实话 也让人 也觉得不咋地 是吧 就是你都已经订婚了 酒席都办了 这个就是摆红事都已经 这个都已经 婚礼都办了 那回家了 那说展听着 按我们传统的理 这个思维来讲 那发生关系不是很正常吗 这叫入洞房啊 你这都是成年人的 你连这几个不懂 是吧 那这个时候 你说你在这装青春恋女 是不是不太合适 啊 当然了 我刚才也说了 那人家不愿意 也可以理解吧 小女孩第一次紧张 是吧 那你男的 你这个时候 我就在第一天 哄一哄 是吧 让一让 不着急这一两天吧 但是呢 毕竟按我们的传传 传统理解来说 那你 入洞房就是干这事的 那那那你说 你不愿意 这不是有点 没事找事吗 是吧 再一个呢 就是事后啊 去逼着人家 是把这家应房本 加名字这个事 也是很败好感的 就感觉你这到底 是是不是现任天啊 是吧 你说发生关系的 本来都已经订婚了 那就直接去结婚就好了 还硬逼着人家 非得在房本上加名字 不加名字 我就告你乡奸 这种 那给社会各界的印象 可就不一样了 是吧 就好比说 给你房本上加名字 他就不是抢奸 啊 你要不给家 我就告你抢奸 这个你让老百姓 怎么同情你 你这不就是 拿这个事在敲诈吗 是吧 那城市里面一套房子 再怎么说 那也几十万呢 是吧 那你这不就等于说 是拿这个事在敲诈人家吗 所以人家社会 网友就就 特别是男性网友 在这方面就更容易 共情 就觉得这 是吧 你这女的也不打地 那么我今天呢 不单单讲这个案子 咱另外讲一个案子 前一年 也是前一年 今年上半年 还是啥时候 有一个案子 是儿媳妇 告他公共抢奸 老公共 那个案子也很有意思 一个儿媳妇 也这个报警 说是他老公抢奸他 那警方查了之后呢 把这个女的给抓起来了 那这个事很傻意思 啥情况呢 这个儿媳妇啊 这个他已经来回 不知道结婚离婚了 多少回了 据警方通报多次 结婚离婚 结婚离婚 那么这一次呢 他跟这个人结婚了 结婚了没多长时间 他有一次就主动 去勾到他老公公 他勾到他老公公呢 倒也没想到 说让他老公 跟他发生关系 他可能就是说 亲亲抱抱贴贴 就这个感觉 反正就是诱惑 诱惑他公公 他公公呢 可能年龄不是太大 是咋回事 反正就是没忍住 把他给上了 把他给上了之后 这女的就去报警了 老公公强劲我离婚 结婚警察一查 这个女的是吧 你离婚结婚多少回了 每一次都挣钱 是吧 都是分人家的财产 你这不是典型的骗婚吗 是吧 就把这个女的 直接给抓了 然后后来就判了 那我说这个案子 是想说明啥呢 就是现在社会啊 女性的贞结 还值那么多钱吗 我们知道 古代啊 是涉及到这种 抢奸案的 那个判罚的时候 那女性的口供 是非常重要的 女的只要说 你抢奸我 基本上你就白口莫辩 社会大众也普遍都认为 他肯定说的是真的 为啥 因为古代 如果说女性失身的话 她的个人 生命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啊 她的家族以她为耻 她的夫家 可能恨不得弄死她 啊 因为你丢人啊 因此上 如果一个女性站出来 公开指控一个人抢奸她 一般来讲 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所以她说的话 可见度相对比较高 啊 所以古人有句话叫 坚出妇人口 女人只要说你抢奸 你白口莫辩 你说不清楚 你很难替自己洗白 啊 可是现代社会 我们知道 社会道德伦理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女人的真结 还值钱吗 值钱吗 就像网上不是有句玩笑话吗 说你现在结婚 想找个处女 是吧 那你别想了 没戏啊 找不着 没有啊 所以说就是 女性真结 现在没有那么值钱 啊 可是呢 强奸案 这个 这个 这种 司法定性上 依然还是重罪 这个就很多时候 会容易让人 很难接受 啊 就是女性 几乎不用付出什么代价 很容易就可以敲诈男方 啊 他只是跟你睡一觉 他付出啥代价了 啊 他少块肉 还是掉层皮啊 可是呢 他敲诈你的时候 是吧 你要是敢不答应他 一报警 搞不好判几个几年 那重罪啊 强奸罪在中国 一直都是重罪 所以说这个 很多女的利用这个东西啊 去骗婚的也好啊 去敲诈也好 这种事情在中国 现代社会屡见不鲜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 伦理改变了 我们的立法 立法精神 立法的基础也改变了 我们的法律 也应该随之而变 那么又再说回 我们今天这个 所谓的彩礼制度啊 他这 这个 这两 这每一件这种类似的案子 都跟彩礼 透不了关系 因此上 我建议我们现在的法律修改 应该把这个彩礼定性为人口买卖 啊 而事实上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彩礼 本质上就是人口买卖啊 虽然不管你给他包装上多么温情的 表 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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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质上就是人人口买卖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中国法律应该在法律上直接定性啊 这个彩礼定性为人口买卖买卖人口刑事犯罪应该判刑啊 如果是这个付了彩礼的啊 男方付了彩礼 双方两口子都判刑 为啥 这叫我们甚至可以给他另外定个罪名 这叫卖英嫖娼啊 女方授受彩礼 然后跟男方结婚 我们直接可以给他定性为卖英嫖娼啊 说难听点他妈的 这个日常出去嫖娼是零售 这个彩礼就是批发 没啥区别啊 社会的伦理道德基础变化了 我们的法律也应该随之变化啊 不能继续基于传统 是吧 今天这个彩礼 我说起不客气的话 我们不是讲人人平等吗 那凭啥你收彩礼 你收彩礼呢 就是卖人口吗 是不是 你就是买卖人 就是买卖人口吗 那就直接给他定罪就好了 当然了 我这个话呢 有些女性朋友肯定不爱听啊 觉得你这个说的不是人话啊 随便吧 无所谓啊 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立场啊 那男性嘛 肯定是站在男性的立场考虑问题啊 当然了 我说这个话呢 有一些这个身处底层的朋友 可能也别听了很高兴啊 哎呀 你说这个对啊 要是真的国家立法不让收彩礼了 是不是我们这些穷屌丝 以后就能找老婆了 你想多了啊 这里呢 咱得说这难听的真话啊 即使国家立法不让收彩礼了啊 底层屌丝该找不着还是找不着啊 因为这个男女谈对象呢 说句现实一点的话 真正决定你能不能找得到 能找到多少 关键还是在于你的个人魅力 这个个人魅力呢 包含很多方面 你的外貌 你的身高啊 你的个人气质啊 你的这个工作啊 你的社会地位 你的收入啊 等等等等 一系列综合 这是构成你的个人魅力啊 你个人魅力高 你能找到的异性就多 你个人魅力低 你能找到的异性就少啊 即使国家有一天啊 禁止收彩礼啊 收彩礼犯法犯罪 那个时候如果你个人魅力不行啊 你既没钱又没严啊 又没身高又没气质啊 又没好工作啊 你该找不着还是找不着 所以对的大多数底层人来讲 这个东西其实对你没什么用 但是呢 他能有助于匡政我们社会 现在这个社会跟法律跟道德脱节的问题 啊 呃 这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啊 有亲爱的朋友评论里面可以说一下 好吧 就说这么多